金毛狮王谢迅用出狮猴弓 将王盘山的武林人士振成了白痴 又带着张翠山和殷素素两人乘坐翻船远顿海外 准备破解屠龙刀的命令后 再返回中原号令群雄 谁知就在七八天后 张翠山三人乘坐的翻船 遭遇了凶险无比的暴风雨 翻船触跤即将沉入海底 幸好谢迅还算讲了一起 在逃走前砍断了殷素素两人身上的铁链 生死犹天 各自保命了 殷素素两人解除束缚后 在翻船沉没之前双双跳入了大海 次日午时 略懂水性的殷素素率先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被海水冲到一个海岛上 并在不远处的海滩 见到了昏迷不醒的张翠山 张翠山清醒后 和殷素素找到了一个山洞 在山洞里暂时安顿了下来 并且挽起了荒野求生 半个月后的一天夜晚 荒岛上火山爆发地动山摇 殷素素和张翠山被吓得不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金毛失亡谢迅狂兴大发 大叫着要杀了成坤 山洞内的张翠山两人 自然就成了谢迅的攻击对象 发疯的谢迅战力全开 手上又有神兵屠龙刀 张翠山不是谢迅的对手 被谢迅用刀柄打飞了出去 危急时刻 殷素素扔出树枚飞针 射下了谢迅的双眼 谢迅双眼失明四处挥坎 狂叫着离开了山洞 而张翠山和殷素素两人 经过此次生死危机 彼此敞开心扉真正走到了一起 张翠山和殷素素两人 在皇天后土的见证下 正是结为了夫妻 由于无法返回中原 两人过上了男更女之的生活 同时心地善良的两人 没有忘了瞎眼的谢迅 每天定时给谢迅送去饭菜 谢迅逐渐放下戒心 三人和平地生活了下去 春去秋来转眼过去了一年 殷素素肚中的孩子即将出世 恰巧这晚是月人之夜 谢迅梦见成坤沙咖全家 又听见殷素素的哀嚎声 顺着声音闯入了山洞 张翠山见谢迅疯癫发狂 连忙捂住了殷素素的嘴 让他不要发出半点声音 谢迅没有听见人声 挥舞一阵屠龙刀后 就准备离开山洞 张翠山在这时放开了手 殷素素却疼痛难忍叫了出来 张翠山来了个空手揭白刃 与谢迅僵持了下来 好巧不巧 冰火岛上的火山爆发 山洞里的石块不断掉落 张翠山见识不妙 抱着殷素素逃出了山洞 谢迅停在原地继续发狂 被落下的碎石给埋了起来 殷素素刚刚离开山洞 就顺利生出了孩子 山洞内的谢迅听到孩子的哭声 瞬间想起了自己的儿子谢无忌 从发狂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 谢迅因为孩子的出生 和张翠山夫妇结伴 并且认他们的孩子为义子 给孩子取名张无忌 转眼过去了九年 谢迅把张无忌当作 亲生儿子抚养 十分关心无微不至 好好的 太什么气 义父 我看你还真的是老了 没力气了 连棵树都打不倒了 好想要 好想要 我现在不是